嗨大家好我是尚伊德 我目前是一位CivilGN的3D概念設計師 這部影片我會使用Quixel 他們出的Megascan Bridge這個軟體 來搭配C4D做快速的一個場景搭建 Megascan是一個販售材質貼圖的網站 他們從現實中3D掃描各種紋理和物件 並把它們製作成非常寫實的貼圖和高精度的模型 他們一開始大多只有在賣貼圖的部分 不過他們近期已經更新越來越多掃描好的模型上去了 以長期有製作寫實場景需求的使用者來說 我覺得他們是目前最方便而且製作效率上也是最高的一個方式 收費也算是合理 而且如果你用的是Unreal就是虛幻引擎的話 這個搭配目前是完全免費的 而且用Unreal的話製作速度會更快 不過因為我目前才剛開始學而已 所以我就先用我比較熟悉的C4D來操作 那我們打開Bridge這邊 看到它這裡有很多分類好的材質 可以選擇 我就先隨便挑一個材質球 然後download 那我也需要跑一段時間 那跑完之後點開這上面也可以 直接看到它的平面的 預覽 然後 各種通道貼圖 然後還有3D的預覽 那下面Export Settings這邊 可以選擇解析度 還有檔案格式 然後最後選擇你要匯出的軟體 好了之後就可以按Export匯出 那它就會自動匯入到C4D材質球這邊了 那我們點開材質球可以看到它已經幫你把每個貼圖都放好了 所以只需要開一個Plan 然後把材質球丟上去 就可以有一個直接設置好的地面材質可以使用了 那不過拉近一點看會發現表面好像會有點 低解析度然後破破的感覺 那是因為它匯進來的時候Displacement Map這邊 它解析度預設是256x256而已 所以要再自行把它調高到4K或者是更高 那整體看起來就會正常很多 不過因為現在場景裡面還沒有設置燈光 所以我先簡單的開個Daylight 那會這樣會有比較明顯的明暗對比畫面 那加了太陽光之後整體看起來就會更寫實一點了 再來如果要做一些地面起伏的話 那可以把Plan物件化或是按C 然後選點 我們現在直接用點來做移動 那它就可以做出一些 地面的凹凸 或是直接開一個C4D內建的Landscape也可以 然後像這樣 把它們大概的擺在一起 其實都看不太出來接縫處的破綻 那比較需要注意的是把邊緣這種地方把它藏好就好了 然後如果要讓它更多變化的話就是也可以直接使用Landscape這個功能 就是 這個Seed可以隨機改變它的造型 那就可以讓地面有更多不同的變化 然後可以看到算圖這邊的效率也是非常高 幾乎是即時的顯示在算圖畫面上 那接下來我們下載一些3D模型的部分 像這個石頭好了 我們就先下載這個 然後也是一樣設定這邊都調好之後 按Export匯出 然後好了之後也是記得來 材質球這邊的Displacement 一樣把它解析度調高 然後這些物件就可以自由做擺放了 那如果是要一個一個把它擺在地上的話會有點麻煩 如果要讓它自動散落在地面上的話可以開一個 Octane Scatter Object 然後把所有的石頭都丟進這個Scatter底下 那Scatter設定這邊的Surface 再把需要放置的表面物件把它拖進來 那就可以看到上面就會出現這些黃綠色的線段 那就是表示每個石頭的位置 不過這個預設是依照布線去分布的所以它排得很整齊 我們這邊可以把Vertex改成Surface 那就是會在表面上 做一個隨機分布的樣子 不過它數量目前有點太多 所以我們先把它降到100就好 那如果覺得石頭的大小位置還有它的 面向還是不夠隨機的話 那也可以到ModeGraph的Effector 然後這邊有一個Random 那打開之後把它丟到Scatter的Effector下面 那就可以在這邊做更多隨機樹脂上面的控制了 那其他地面上的物件像是花 或者是雜草或者是一些樹枝等等的模型 那Megascan裡面也都有 那就可以繼續在地面上 增加更多的細節 然後接下來我也是快轉整個 製作的部分 然後再進去囉 再進去 那就可以把增加更多的東西 然後再進去 然後再進去 那就可以了 再進去 來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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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